我想啊 想啊 想 牽著你的手 你心所求 到應求 剛剛其實聽可麗姐分享說 跟家裡的人住這位 在我南部小孩來說是很欣賞的 因為有時候為到我的理想 必須要離開的故鄉 有時候說 我們跟朋友這位時間 真的比媽媽更多的那個感覺 有時候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 因為我是高雄嬰 然後我在台北 所以媽媽呢 常常就會打電話給我說 你今天去錄影順利嗎 唱片 對 然後媽媽媽她媽媽年紀大了 有一天 奇怪我怎麼這句話 都沒有接到媽媽的電話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我就回去回到高雄去 媽媽 你昨天都沒有靠給我 我說 沒有啦 你的電話都不記得 我說媽媽你不記得 你在看婆婆 你都這樣用你的鬧 他說 好啦 然後媽媽就跟我說 來 我跟你說 你們這個孫子 你們這個孫子 你們大哥的孫子 都把我的問 幫她掃的喔 那掃的時候 把她掃起來 我如果要去房間 都沒有辦法記憶 他說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去找我的孫子 他說 以後不要對阿嬤這樣 阿嬤年紀大了 不要這樣 把她掃起來 把她掃起來 那我孫子就說 沒有啦 我沒有拿她鑰匙 我怎麼會這樣 然後後來我又回台北了 過兩天 媽媽又打來了 你看 她又把我的手指 好像搶了 我沒辦法去房間 我那時候就有一點火大 你知道那種 因為我那個火大不是兇 他覺得說 有一點我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孫子 怎麼會回去 然後結果我孫子說 沒有啦 我沒有 然後我就有一點口氣 比較急 媽妳不要這樣講五歲 我第一次對我媽媽 講話這種口氣 然後我就自己覺得說 自己覺得說 為什麼要這樣 你這樣五歲小孩不好 因為我孫子是青少年 我怕有青少年脾氣不好 後來我就要回台北 我就拿五千塊給媽媽媽 因為習慣給媽媽媽 五千塊給媽媽 媽媽 妳如果要什麼東西吃 妳就去買這樣 然後我就出去了 我媽媽就追來了 才五分鐘 追來追來 欸 明明明 妳這股的Sophie 怎麼不要給我 怎麼不給我 我才知道 我對我媽媽真的是 誤會了 因為我才疑似有點覺得 媽媽可能是開始有一點 濕濕的感覺 我從那一刻我覺得 哇 我內心好痛 因為我沒有對我媽媽 講過那樣的口氣 所以我就 開始 很注意媽媽的一舉一動 所以我在這邊要呼籲大家 我們對老是大人 一定要自己注意 自己關心 也許他已經邁入 有點失智的這個階段 所以我們一定要很小心的去 有耐心的去跟他們相處 這樣子 對 聽說新專輯裡面 有記錄了一個 思念的一個歌曲 對 因為我覺得這幾年 不管我想媽媽那種心 比舞中更加 思念比舞中更加深 所以後來就有一首歌 是我的新專輯 來 我的新專輯 對 我要送大家我的新專輯 謝謝 鳳哥 來 來 這是我的新專輯 其實過年了 其實叫做最好名 最好名 最好名 謝謝 過年拿這張最好 好 但是呢 裡面有一首歌 也是我們天道的主題曲 我來猜 我來猜 對 第二條叫做 想你的心 軟軟 應該是會跟我想你 對 我想你 哇 對 這首歌也是我們天道的主題曲 天道 你唱媽媽的歌 對 行嗎 所有的思念都在這首歌裡面 可以喔 可以 我先吹到大了 謝謝 我想你 想你 是美妙的這首歌 總在需要的時鐘 心來就有 若是孤單有唱 望你改曲 若是心不吹想 會讓我停留 我想啊想啊想 你會無憂 想不吹想 想不吹想 我吹想 我吹想 我吹想啊想 我吹想啊想 吹到你會唱 你聲訴求 到應求 我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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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無憂 我吹想 我吹想 我吹想啊想 我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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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到你會唱 你聲訴求 無憂 我吹想 我吹想 或許 我吹想 谢谢我受力